一步了不 我找 一步一步是我回的步伐 哈喽大家好啊 翻唱超越原唱的传说 一直留存在民间 但其实超越原唱只是一种形容 毕竟原唱才是无价的 本期呢咱们主要就是盘点一下 2020年有草根出生 却因翻唱爆红的人已歌起 好声音播出这么多年啊 貌似只有前两三季的歌手比较突出 最近几年的冠军以及歌手 几乎都没了任何消息 但今年不同啊 单依纯的出现再次聚集了大众的目光 他年纪小有活力 把音乐驾驭得得心应手 他翻唱的《永不失恋的爱》 出道及巅峰 他的歌声很成熟很稳重 在表情上有很强的无辜感 把歌声衬托得非常完美 听他的歌你也绝对不会想到 他只有18岁 但他表现出来的功力 会让你以为这是一个 有着情感经历丰富的人 《外游引力》是来自 汪斯龙12年的作品 这首歌曲加入了音论元素 以及一点点的分口味道 在被FYY翻唱后 一时间霸占音乐榜许久 独特的女生之感 也将我们的青春的记忆 再次被唤醒 歌曲火热的同时 与其相关的舞蹈也大热门 歌曲与音乐也出现了 相辅相成的功效 说起《戏强》呢 这首拥有精味的歌曲《尤金》 在通过爱被翻唱后 一时间几乎称霸了短视频 原唱也根据他的唱法 出了新版改编 同时也证实 原来宋冬也所说的 嘴角向下的女人是这么美 除了上面那首古风 还有被陆叶唱火的大天鹏 怕什么天道轮回 什么波散魂飞 若没有你那才叫可悲 这首有等什么君翻唱的 词酒门回忆也同样很火 他将编曲方面进行了几十次修改 完全跟着自己的风格来重新演绎 说起这首歌 很多人听的一定都是小乐歌版本 但原唱其实来自铁脑袋MP3 歌曲在短视频意外走红 会又被作为DJ版本 成为变装弦曲 强大地磨化了音乐的感染性 但原唱版本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除了照面的执迷不悟 小乐歌在2020年还翻唱一首大眠 而这首歌也是在音乐热歌榜单 停留了很久的一段时间 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 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 只求新话终于盛开 就没有别的期待 等梦晚醒来 再去收拾残爱 最后一首 站在草原望北京 查了很久才知道 这首搞笑翻唱的最开始是由 刘老根 小吴东高南 在2020年3月翻唱 传到了现在 出现了非常多的版本 搞笑幽默的唱法非常接地气 说起来也奇怪 这已经不是网友第一次对乌兰图亚的歌下手了 把视频看完 画好回到原点 翻唱爆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强大了自己 同时也帮原唱提高知名度 但这一切还是要建立在有版权之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